回到第二部份的最好 你怎麼看 一起看看第四場 這場是四班截夷 好了 第起步 亞洲童王排了外檔 一起步的時候比較快 就內檔 木火同名比較快 然後古狼精彩 兩步已經過了它 然後再見到走上來 還有些飛騰追 然後見到藍色帽的星河小子 拖著在第五位成功財富 然後那隻對行之聲 排外檔一直走上來 想著擺前一點走 後些馬虎見到綠色衣服 有這個當家信心 然後內蘭位置 見到戴著面固的健康心靈 排外檔 但塞進去內蘭 尾四位置 就是亞洲藤王 在他開邊有飛來景 尾二位置 見到必跑得 包了落尾的坨 就是一隻慷慨友 開始轉彎的時候 自己帶了頭的 就是這隻古狼精彩輕綁馬 首在第二位就是飛騰追 木火同名在內蘭第三位 對行之聲走上來第四位 但是變成要多虧腳情 在開邊還有當家信心 另外那隻亞洲藤王 樓前鬥後 現在唯有扔出去大外檔追 去到最後二百米的時候 古狼精彩打下去 還有些反應 飛騰追追上來 又不是說勢很厲害 反而就看看 開邊白色帽 亞洲藤王車輪邊 可不可以追得過那隻古狼精彩 但哪場莫及 都是這隻古狼精彩贏 這場賽事 看看起步 那些外檔馬怎樣塞進去來蘭 你看巴道怎樣塞 然後你看看欺威心 欺威心就九檔 你看人家巴道淺藍寶 那隻變回心靈 一早就塞進去蘭 你看欺威心 對行之聲未試過這樣跑 哪有試過看空跑 十檔就埋了蘭 九檔就走上去外面 而且這隻馬要知道 一定要找遮蓋 留後追 你早段要HalfDrop 然後好像巴道那樣塞進去 賣不到三點望空 你出來才看 哪有得看 但健康心靈真的塞得好 內蘭中游為止 淺藍不好那一匹 今天的巴道 今天而已 做響道 巴道今天做響道 第一條已經在 不是那些零分的日子 今天多聰明 亞洲投降就沒辦法 因為巴道已經頂了內蘭位 他又不想跟那些 不帶不到他上去的馬 唯有扔出去 但他有得贏 他鬥出去走不止一次 才是差不多零四 頭兩段 他今天抽個檔 就不幸運 和上星期比 更加不幸運 他上星期抽六檔 這次又不一樣 沒辦法 被輕榜主動的走掉了 少少了 古朗精彩 四場分段 頭兩年24-12 第二兩年20 二秒九二 二二秒九五 賽事時間1分9秒99 賣個標準時間0.04 我們有圖 提供給大家 看看我身後的電視機 說到馬匹星班的成績相當不錯 就是今季五勝四賽區的成績 二十隻裡面 上名率35% 今場的頭馬就是古龍精彩 古龍精彩 古龍精彩 季初兩場什麼重磅都上名 追著這一組 可能有什麼閃失 拿到一個頭段回來 就剛剛他贏了 我在現場說 如果我是董事 我都問了對行之聲 當然我都知道 他不是刻意走去前面 他只不過… 他說你在明天就走上去 他想碰運氣 希望在這裡攝不倒 攝不倒 但這一馬不是這樣跑 早就要倒閉 因為你不是一次 你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你每次都是倒閉來跑 你看到他留著倒閉來跑 說那段後勁很強 因為你跑這麼多場 都是倒閉來跑 這場不倒閉 你走去前面碰運氣 幸好被你攝到 不一定每次都這麼幸運 當然這些人不會問 不過那次那個跑得寶寶 他說如果是班頓那場馬 我們都… 後來問完 對呀 後來問完 還有你可以看回賽後報告 一個這麼資深 這麼好的騎士 他解釋電光火石之間 他是怎樣想法 其實對你了解 有一定的幫助 三點沒辦法 駁到就行 駁不到就麻煩 剛才也有提過 健康心靈即是贏的 巴道的就位 賺到馬尼亞上名 始終他不是第一體隊的馬 其實就是 為何排十檔 十一檔的馬可以跑得好 其實就不是決定在賽事鬥衝 那個階段 是決定在賽事起步的階段 一起步 起跑線那裡已經決定了 畢竟是 菊草賽事 如果眼明首發的朋友 都看到這場潘頓跑亞洲騰王 蘇紹輝跑到古龍精彩 結果九從十二日雙雙回來 大師傅先看下一場 三點頭關來了 四班一千的短路賽 杯賽來的 東華三院挑戰杯 看看起步的時候 那些快馬哪一隻最快 開遍那隻令才 一直不落後 在內側再見到 這個怪獸媽媽 街運發那些快馬 在第四位見到 黃腳立 然後見到想見你 最後的馬匹有六支 然後又落家福 萬事有 好像走起來 就不太順暢 不停在側 最後的紅色衣服 那一匹就是神舟時代 尾三位置 卓樂人生 尾二 起步不快就很幸運 匆匆再出去 八彩都不太跟著 再看看 前面令才帶出頭之後 這裡頭踏尾 可能都相差十三四個馬位 那麼遠 用一個大逃跑法 入到直路的時候 那些對手已經落後 他成四五個馬位 黃腳立 就在第二位 不停在拼命追 但似乎都沒有辦法收窄到距離 然後就看看令才 最後階段騎下去 真的越騎越有 在內蘭攝上來 看到紅色衣服 知道但沒有辦法追得到他 令才結果都可以帶到終點 捧了這場杯賽 二十幾倍 他就要這樣走 即是要大逃跑法 但之前兩場 他都是跑曲草一千 檔位還沒有那麼差 他腳踏撞到頭段 上場就撞了 真的不太順 但他不慢 他頭兩段 三十三月一九 簡直是快 比以前 就是看他的提升 就是這樣 知道他是快馬 但是是再快一點 就好像多了個波打 很厲害 看看五場分團 頭段是十二秒四七 第二年二十月七 第二年二十月二十月四六 賽事時間五十六秒六五 發表準時價大概是四線五 是要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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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比較穩穩的 不過暈之前都拍爛手掌 他真的贏得好 為什麼暈呢 因為六支 我都撐住我臨場都選他 我又可以了解一下 黎超聲這個連馬師 為什麼六支 你看他粗連 兩科試襲 這麼實 他不讓你看 他都是一個 可能都要求賠率的馬貨 這些馬你可以省的 試襲 但他不是 他兩科閘都是禁的 然後再跳兩科 然後放黃進 放黃進 其實已經趕了很多客人先 現在被人領罪 他真的沒辦法說 這些可能他拼到幾十倍回來 那好吧 但聽完你分析 就長知識 長知識 我想他都可能 暫時初步這樣看 都可能會是一個 求賠率的連馬師 或者香港的賽事模式 和在外地去連馬都幾不同 不如看看其他馬 其實除了這場賽事 大家跟開那些馬之外 有些朋友 長期都跟開想見你 我個人覺得這場賽事 再一次證明 今場的確有點失望 都不夠神州時代衝 潘頓都放了手 對 放了手 潘頓其實一隻都失望 很快已經散了 原來就有事了 心律不正 對 之後再看 不過剛才提過神州時代 我覺得他衝得挺厲害 下次可以看 看看這個三天遲光線 第六場 三番千八大二是四 疾風明區落飛 看看疾風明區怎麼跑 起步他都幾快 不過他不想放假 想擺前面走就龍船狀元 很努力地折折他 但疾風明區 割針之後 馬都有點搶 當然希望有些馬匹 可以上來給他 但又沒有 因為那些全民佳資 都不是很快 現在才在這個第四位 看看疾風明區內側 那匹就是黃詐梨 然後現在上來第四位是全民佳資 接著就有這個鑽石複星 再後一疊 在二疊那匹就進翠 進翠內側 嘩 見到那隻海島才子 後面那隻黃帝金 突然間那裡 踢一踢好像撞到內欄 這裏已經是落後了 接著再數回些次序 見到黃寶 藍色衫 現在就在鏡頭大概尾四的位置 接著就在後面有這個安稅 然後就有這個多多勇區 現在鏡頭尾那匹就是機械戰士 但剛才有些意外 黃帝金已經是不入鏡的了 去到對面直路的時候 龍船狀元在這裏帶來一個馬位 就是豐明區 武者黨 守住在這個第二位 代牙第三位就是這個黃詐 接著見到有這個全民佳資 鑽石複星 然後有這個進賽 內欄藍色三個匹就是海島才子 黃寶現在大概是尾四 接著就有這個安稅 然後有這個多多勇區 和這個機械戰士 黃帝金都還未入到鏡頭 我看一下其實段速都不慢 第二段原來去到21秒89 但是龍船狀元 騎下去他還有些 豐明區上來逼他 看看逼不逼得 接著見到黃寶、安稅、多多勇區的馬匹 早段落後些 現在是扔出去大外檔那裡衝刺 龍船狀元其實早段放得這麼快 但是這裡他都還未斷 還有幾腳 不過去到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就開始轉弱了 首先挑戰他是黃寶 但外面多多勇區這裡騎得重勁 結果就是苗里德馬房 這一匹馬就贏了馬 都真真正正贏回場 貴錯了一場 大家也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那些來 去館寶區 很緊緊的 就是最後幾步 下次有否繼續跟 這個可以看完這場之後再看 直鏡這裡就可以再看看 黃帝金的險情 檢查了 大檢查 原影響到 有騎士馬影響到他 前面就安稅 安稅 安稅 慢慢看 因為開遍石馬押過去 他又怕怕碰到裡面 然後真的碰到 其實這一下 很捱煙 如果踢到內欄就很危險 他直接碰到欄 黃寶都很明顯押過去 襲風明驅 為何要下這麼多票 轉程、轉場 下票到36元 很急 還有這個附系在菊草根本不好 很多都轉程、家程、轉場 很多都不適合條件 其實 盤良又說 襲風明驅搶口 就未能夠放鬆勁跑 賽後報告就是這樣顯示的 36元未能放鬆勁跑 很害怕的了 你看一下斷速已經不慢 但是馬又急 而潘頓黎那樣 他的僵城控制 但是馬仍然是急的 你就知道糟了 用了能力 他走遠遠都很急 早段1分24秒33 這些裸頭段 由於後面 紅毛那隻安稅 其實他想叫出來 班德黎是封他 但其實都封不到 跟他一齊出眾 就是想封他 這裡封了他 壓過去想封他 但是封不到 因為前面那隻閃過去 馬有勢 反而裡面那些沒甚麼位置 海盜才子 叫了很多位置都不行 這場其實時間都正常 好 先看看第二名照片 就是12號安稅 剛才提到蘇照輝奇劇 六場分段 頭段13月30日 第二段21月89 第三段24月33 第四段24日 每段24秒72 賽事時間1分49秒05 快的標準時間3線5 終於 贏了頭馬 季內第二場 對上那次贏的經驗 是冠寶區的 一起訪問一下 喵禮德這次連馬斯 是 他是很高級的,沒有超級豪華 Harry開始馬上去跟他打得好 因為他又有兩次過程後 他不會去過那裡 所以他輪了很好的奧運 是他突出了嗎? 他最近有很高的技巧 他做得很好 他很興奮的奧運 他之前已經有17開始前往香港 所以 board is a he's a he's a pretty you know exposed horse you know and he's been around and he's had it pretty pretty tough but in class three you know he set, he'so got a got a chance and he certainly ran well today can you handle both shots shot in and happy belly yes it's just a class you know today the field wasn't particularly strong and so we always thought that would have a chance and although he was drawn wide 這場有騎士需要停賽的晚景都能看到 就是巴道 一起聽聽董事長說 而去到第六場 皇帝今天過了第一次終點 都嚴重立備 這裏就是巴道騎王寶要負責的 事緣他就在接問第一次過終點 一段途徹當當 他一直都有少少 捱進去安稅那裏 直至過完終點 第一次過終點之後 就帶了一隻安稅進去 令到在埋蘭的皇帝那裏 那裏受到緊迫 兼且勒備得挺重要的 巴道這裏就承認了不小心拆旗 今次已經是第二次不小心拆旗了 就罰了兩天停賽 兼加了六萬元的罰款 巴道會期限11月27日之後 就停11月30日和12月4日這兩天 因為香港那些賽馬的競爭性很大 蘇兆輝又因為爭勝 今次又罰了三次 你巴道今天就因為其實都 黃寶幾十倍 二三十倍放進去 剛才那隻健康心靈也是 即你一進取的時候 有時的那麼多不小心 他那裏就希望埋到意見 他想入少少 有時都真的沒辦法 這個是進取所造成的損失 進取的代價 因為這場畢竟看上去都不是 太強的組別 這支谷草尤其是要拿彎的時候 最好是設好些位置 但是看這場賽事 可以選擇的選擇 大家下次不妨可以重新再想想 多多勇區是否可以再到頭住 因為連馬斯坊都說到比較保守一點 還有這場都是 反映其實今天那個場地 其實都幾公平的 快步速後上馬好些 變成多多勇區這場都是吃到這個優勢 好 六場體型休息 回來看三天尾骨